2018年高雄国际食品展 在这个高雄展览馆已经登场了 那么将会展出四天 总共是来自406家国内外的厂商 使用了782个摊位 还有打造了特色馆 厨师造型的舞者进阁任务 为2018年高雄国际食品展首先热场 请玩 参加一支围审 贵宾排排站共同打开大型菜单 象征食品展正式登场 总共多达406家厂商 摆设782个摊位 请起用 一网打尽象征丰收鱼获 高雄市海洋局 农业局及冷冻水产工会 共同设立海味馆 展现各式农鱼产品 原住民组委员会也首次组团参展 带来17家厂商 大秀各族群特色美食 包括小米 红梨 马告等伴手礼 咖啡现场用试管调配 幽默有趣 吸引民众抢先品尝 干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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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辈干辈 这个美酒加咖啡的感觉 真的蛮特别的 还有来自瓜地马拉的辣椒酱 和日本和牛现场川烫现场吃 总共结合13个国家特色的美食馆 也是展览亮点 13个国家在这边成立了国家馆 包括食品采购大会 30个买家从国外来 民厨料理秀 我们请到国际级的评审 还有用台湾在地的食材 来烹煮出经典的料理 汇集国际食品更邀请国外重量级买家 创造煤盒商机 展览期间还会举办料理王竞赛 将能目睹国际级大厨秀一手 预估展览轰动一连四天 将吸引上万人潮造访 民事新闻陈凯茂高雄市报道 房屋县政府在